关于元朝 可能很多人都听过这么一个说法 就是蒙古人在建立元朝之后 因为汉人太多 为了防止汉人们叛乱 元朝皇帝给各地官府下了命令 收缴汉人家中的兵器 菜刀也很光荣的被列为 为了兵器之一 朝廷规定 石户人家共用一把菜刀 并且严禁私人铸造 朝廷会定期检查 据说元朝为了提高收缴的效率 还发明了一个巨大的磁铁 元代汉人石户一菜刀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 他确有其事吗 其实石户一菜刀的说法 最开始盛行是在民国初期 吕振宇等历史学者提出了蒙古进菜刀的说法 但最开始只是五户一把菜刀 后来逐渐演变到石户一把 虽说很多的历史书籍都把石户一菜刀这个说法 当成了一个历史的冷知识收录其中 但在原始当中 其实我们找不到朝廷收缴菜刀的记录 只是在刑法制中说道 诸汉人持兵器者进之 汉人为君者不进 也就是说汉人不能使用兵器 而从军的汉人除外 也并没有将菜刀列入兵器之列 另外在史书中 我们也可以看到 大量的关于百姓用镰刀杀害老虎等野兽的记录 倘若元朝真的不允许汉人用菜刀 那又怎么会允许其使用更危险的镰刀呢 由此可以看出石户一菜刀的说法 应该是夸大其词了 虽说石户一菜刀这种说法不对 但当时的元朝等级制度确实很严格 很残酷 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他将民众分为了四等 一等为蒙古人 又称国族 包括蒙古权贵和蒙古民众 二为色目人 这其中包括西域中亚 甚至西亚东欧的一些 较早被蒙古人征服地区的民族 三等人为汉人 是生活在中国北方的汉 女真 西夏 契丹等民族 四等人为男人 指的是元属南纵统治下的浙江 湖广 江西 岭南 以及河南 两淮等地的 汉族民众 可见当时 汉人的身份之低下 蒙古军对汉人的打压之严重 忽必烈甚至还把南宋 给彻底的灭掉了 很显然 这对汉人来说 是一场灭绝性的灾难 在如此严格的等级划分和质押之下 后来的元朝 又是如何被手无寸铁的汉人给推翻了呢 根据元朝的历史记载 我们可以看到 元朝内部的分裂是十分严重的 政变也是频频发生 元朝一共统治了中原地区98年 却传了五代十一任皇帝 平均在位时间不到九年 而且这些皇帝超过半数以上 是通过政变上台的 由此可见 元朝的政局非常不稳定 政局不稳 自然就很容易造成内部分裂 而且统治阶层 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内讧上 当然也就不利于社会的长治久安 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元朝统治力的衰弱 再者是因为元朝严苛的统治 和高压的民族政策 这从之前我们提到 元朝把民众分为四个等级 就可以看出 高高在上的蒙古人 拥有许多特权 这自然就会造成其他人 心里的不平衡和压迫感 长期推行这样严苛的政策 造成民众的逆反心理 一定是十分严重的 到了元朝后期 统治者不断向人民 收取各种名目的科捐杂税 人民被压迫 被掠夺更为严重了 而压倒元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可以认为是 后期黄河变道造成了北方大面积受灾 民不聊生 元朝为了治理黄河 几乎耗尽了国力 同时为了缓解财政困难 滥发钞票 造成了通货膨胀 经济的全面崩溃 处于水深火热中的百姓 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之下 揭竿而起 治政十六年到治政十九年 齐军朱元璋不断扩充自己的势力 占领了江南的半壁江山 治政二十七年 朱元璋开始北伐 在大将徐达长玉春的率领之下 于公元1368年八月 攻陷了元大都 元惠宗北陶 元朝在全中国的统治宣告结束 元朝统治的覆灭 关键还是失去了民心 哪怕是百户一菜刀 元朝终究还是要灭亡的